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夜间巡游 以防不测再次发生 否则的话 小镇里的人走完了 他们剥削谁去呀 话说这小镇里边有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年轻后生 名叫李良 李良早上出门的时候 就捂着屁股 嘴巴里边还骂骂咧咧 说以后再见到隔壁村的张青张猎户的话 他就狠狠揍一顿 不就是从捕兽家里偷了他那只兔子吗 何必在自己的屁股上射了那么一箭 就这样李良一拳一拐地走出了家门 却被一个人堵在了路上 堵路的人名为秦二 人们喜欢叫他秦园外 只因为他在小镇里最有钱 李良被这秦园外堵了路 一脸的疑惑 后来才知道那秦园外来这里的意思 就是让自己做了那相拥的头痛 避免那些碎为祸相礼 就是因为在小镇里 最属他和隔壁村的张青胆子大了 而且最能打架 不过因为这张猎户脾气怪 不好说话 所以秦园外才找上了李良的门来 准备让李良做这相拥的头痛 招募乡里的年轻人 而且这秦园外一甩手就是一百两 可谓知识大气 李良一见这白花花的银子 眼睛就直了 毕竟自己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这么多钱财呢 如今自己都二十好几了 都没娶媳妇儿 就是这些东西在作怪呢 所以李良没有拒绝 一口答应了下来 其实李良也是知道 这秦园外找自己还有其他的原因的 毕竟李良不是本地人 只是因为当初阿怒山造反 为了逃避那兵荒马乱 从东都一路逃难和亲人走散 才流落到小镇上的 那时候无依无靠 小镇上的人们看他可怜 所以经常施舍点吃地给他 随着年龄的增大 李良也是有了干活的能力 平日里给乡身地主什么的打打杂 像自己这样的外乡人 没有跟的人 可有可无 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 何况这又是乡里的事情 若是这事情办成的话 没准哪家的姑娘看自己勇武 还倒贴着来 李良想着想着一高兴 就把银子藏了起来 明日准备找一些和自己关系不错的小混混 把这个队伍拉起来 至于这张青 自己就不考虑了 谁让他那么小气 不就是野味吗 何必要涉屁股呢 第二天的时候 李良早早醒来 一瘸一拐地去了镇上的赌方 却没有找到自己那几个混混朋友 就闲来无聊地在附近村子里逛着 没准会找到他们的身养 结果还真发现了这伙人 而此时这伙人正在河边的芦苇地里 不知道在干什么 李良就好奇地走过去 结果一看 这些混混竟然在偷看邻村张寡妇洗澡 话说这张寡妇是个苦命人 刚过门不久 自己的男人就因为上山砍柴 被山洪冲走了 再也没回来过 张寡妇一个人过日子挺不容易的 又因为长相俊巧 自然也容易遭一些人上门欺负 而这张寡妇也是性子烈 来一个做一个 曾经愣是提着菜刀 将本村经常上门调戏自己的成二狗给追着砍了半个阵子 从此以后没人再敢招惹 而此时偷看张寡妇洗澡的 那成二狗赫然在其中 不过也是 这张寡妇人不仅仅长得好看 身材也是不错 被人惦记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张良气愤这些狐朋狗友见识段 突然苟进了这帮人的人群中 倒是将这些人吓了一跳 当李良说明来意的时候 这些人哪顾得上听李良说话 还是簇拥着瞅着张寡妇洗澡的方向 气得李良嗓门大了一点 结果被那张寡妇听到 从身边随手抄起一根洗衣服的棒锤便是冲了过来 结果这帮人一哄而散 本以为和自己没关系 再加上自己屁股上的伤势还没好 李良结果没跑多远 就被泼辣的张寡妇 按到在地挠花了脸 最后在众人的哄笑当中 捂着脸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家 回到家以后 李良思来想去 心里憋屈的厉害 自己什么都没干 还被那张寡妇挠了一通 还被人笑话 心目越想越气 但是自己也没办法 只能拿好男不跟女斗 自己把自己严余了过去 最后想了想 想要成大事 还是要找那个自己从小到大 因为野味而打架的张青 话说李良本打算休养两天的 毕竟自己的脸被张寡妇挠得太难看了 但是被秦元外找上了门 秦元外告诉他 成二狗死了 也是被吸干精血而死的 若是李良再不赶快组织相拥 秦元外就另找别人了 一百两啊 李良拿舍的 急忙收拾了一下 就去了张烈护家 对于成二狗的死 李良并不在意 这小子在乡里干尽了坏事 不值得可怜 直到李良去了张青家 见到张青的瞎眼母亲的时候 才知道张青已经上山好久了 对于张青的母亲 李良还是很喜欢的 毕竟自己小时候 这老太太眼睛还没瞎 但凡遇到自己的时候 就喜欢塞给自己点吃的 不至于自己太过挨饿 自己之所以和张青 从小就喜欢打架 或许也是因为张青 经常看到李良带着吃的 从他家出来 李良来此自然会带不少好吃的 临走的时候 还给老太太留了点银子 嘱咐老太太 张青若是回来 让张青去找他 等了一天之后 那张青还没来 生怕秦云外再找来 第二天李良亲自上山 打算去找猎户张青去 因为他估摸着这张青 应该又是在 不设捕猎的陷阱什么的 不然的话早回来了 然而李良刚上山走到半路 天便阴沉了下来 眼看要下雨 若是遇到山洪 自己就和张寡妇的男人 一样的命了 想到这里的时候 李良原本打算 原路返回去的 但是却突然听到 有人喊救命 而且还是一名女子 李良寻生过去 发现那是一名十七八岁 长相貌美的女子 从女子打扮来看 应该是富家子弟 脚踝处似有建商 这在深山老林的 没人管的话 会丢掉性命的 李良问女子说 能走吗 那女子没有说话 只是摇了摇头 尽显几分楚楚可怜的模样 眼见这山雨欲来 这里离我家不远 姑娘要么去我家坐坐 待天气好上了 我再送姑娘回去 那女子甚是乖巧 略带几分娇羞 点了点头 一路上 李良就这么着 把姑娘给背了回去 后又简单检查了一番 那女子的伤势 感觉无大碍 李良才放了心 然而诡异的是 李良将女子背回来后 天气却神奇地变得晴空万里 一看自己还有时间 李良再次折返到了山上这通找 最终在一棵树上看到了张青 更有意思的是 在这棵树下则矗立着一名 道士打扮模样的中年人 中年人正手握风水盘 似乎是寻找着什么的样子 哎 张青啊 我说你没事不回家 把老母亲丢在家不管 和这牛鼻子老道混什么劲啊 来来来 哥和你说件好事 李良一边说着 一边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来到了树下 望着树上搭工准备射箭 似乎是在找寻什么的张青 而那张青却没有理会李良 只是李良身后的那道士说话了 小伙子 你最近是不是招了什么麻烦 或者是遇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李良文言 下意识摸了摸脸上 被那张寡妇挠得伤 狠狠地摆了那道士一眼 这与你何干 呵呵 我见你印堂发黑气韵不佳 或是遇到什么邪碎 特意提醒你一下 或是你见到什么可疑女子 你可要告诉我 否则会有性命之忧 李良文言 便面带询问之情 望向了身后的道士 那道士说 最近他和张烈户 正在抓捕一个幻化人形的鬼物 此物已经有了一定道行 不仅仅夜间出来吸食人精血 而且白日不聚阳光 幻化为女子处处害人 解决的办法就是用会物泼枝 李童子尿最为佳 李良文言 不禁双眼微微一眯 心中暗道 好啊 原来你是那妖物所化 李良虽这般想着 但是却没有表现出来 后来只是与一副冷冰冰模样的张青 喊喊喧喧了几句 便急匆匆地下了山 回到家中见到那名女子还在 只是那女子娇滴滴地说腿麻 估计今晚要留宿在这里了 李良文言 本打算拒绝的 但是又想了想 自己也不是什么圣贤人 若是多留几人那更好 没准有了感情 还能当媳妇 李良这般想着 便答应了下来 后借自己有事而 先出去办完再回来 而那女子说早点回来 她会等 若换作平日里 李良早已把持不住 但是今天她可是有事而办 毕竟这一件事 她可是憋不住火的 那张寡妇无缘无故挠自己的脸 这场子自己还是要找回来的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经纳道时那么一点话 李良越是想那张寡妇 越是不对劲 哪有大白天洗澡的 估计就是他们口中的 那个邪碎所画的吧 想到这里 李良离开院路 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拿出一个空葫芦 一口气尿满 纳威尔真上头 毕竟自己单身二十几年 这桶子尿够纳血碎喝一壶了 想到这里李良也是开心不已 毕竟这一百两自己 还真的不想和别人分的 独吞多好 所以她拿着那克制血碎的东西 偷偷地摸到了张寡妇家 见张寡妇不在 她又摸到了张寡妇的田地里 却见张寡妇正拿着粪瓢浇灌着自家的菜园子 那副模样倒似一幅画一样 然而李良哪管那么多 直接冲上去就往那张寡妇身上泼 纳威尔真的不敢恭维 这张寡妇被淋了个透心凉 李良见那张寡妇丝毫没有变化 正在纳门尔的时候 只见张寡妇那张俏丽的脸 逐渐变得阴沉下来 然后狠狠地拿份瓢 在粪桶里捞了一瓢货就冲了上来 李良按道不好 就急忙往家里跑 而那张寡妇在后边 一边骂李良登徒子 一边追 根本没有放过李良的意思 结果李良刚跑到家 准备官员们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 那张寡妇已经冲到了院中 李良急忙一推门 那名被自己救回来的女子 便面带笑容迎了上来 堵住了李良的路 结果张寡妇一挥手中的粪瓢 瓢里的货直接泼在了李良和那女子身上 结果一声怪叫一传而过 那名女子竟然浑身冒起了青烟 身上本来白皙的肌肤 在接触到粪水的那一刻 便逐渐地化为了黑青色 也不过是片刻间 整个人就化为了一只 轻面獠牙的恶鬼 顿时这李良和张寡妇愣在了当场 不过还是那张寡妇眼疾手快 而且胆大泼辣 随手在李良的院里 拿起了扁担抽象那恶鬼 恶鬼见状竟然一把抓住 那张寡妇袭来的扁担 嘴里怪叫着 我要吃了你 此时的李良才反应了过来 原来倒是口中的邪碎 是这个女子 看来自己还是被气氛冲昏了头脑 急忙爬起身 一把拉住张寡妇的手就往脉跑 结果那怪物速度极快 瞬间一闪身挡在了院门口 一挥手 院门光荡一声刮了上去 二人这下插翅难逃 而李良将张寡妇护在身后 从地上抄起一块石头 做出了一副欲要拼命的样子来 而张寡妇也是紧碗李良的手臂 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就在这时 只听嗖的一声 一支箭飞了过来 直插那恶鬼的脑门 将恶鬼钉在了院门上 而那恶鬼还在挣扎 结果一名道士一翻身进院 在那恶鬼的脑门上贴了一张符 瞬间那恶鬼怪叫一声之后 化为了一团火光 片刻后烧得渣也不剩了 道士说这便是前些日子 杀害那么多青年男子的邪碎 他借着自己幻化成年轻貌美女子的外貌 害死了很多人了 被道士一路从秦岭追杀至此 此事以后 秦游外又赏了李良一笔钱 知道李良还未曾婚配 便做主要将自家一个丫鬟嫁给李良 然而李良没带说什么的时候 却被夺门而入的张寡妇扭着耳朵拖出了屋子 让一起交田地 那时候 秦游外呵呵一笑 便知道了其中的缘由 那时候被拽着耳朵的李良 一边走一边叫喊 秦游外要是有心 把那些钱财和媳妇都送给张青 也就是张烈户 那是他的好兄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